最重要的事情是這個20年真棒 終於來了 而且也做了這樣子的企劃 其實你真正出道20週年是11月16日 但可惜沒有訂到小巨蛋是不是 已經很接近了 11月6、7、8 對 很棒耶 三場 對 那個時候很想要接近的時間 可是我覺得其實 小巨蛋的氣真的也不好 真的要用強 已經很有心了 要有運氣 對啦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主辦 就是我覺得是主辦給我這個運氣 才有辦法瞧到 跟我的出道紀念日期這麼接近 我在這邊也要公佈一件事情 就是這邊沒事 你沒事 對 你也知道 我們都已經直接往那兒看了 這邊沒事 身材還是非常的緊緻 這個故意穿那麼緊的 就會證實 不是辦法有事 有事才有事吧 又見不到 也對 沒事 沒事 大家冷靜喔 大家冷靜 就是 是你自己搞我們 不好意思 什麼我們冷靜 我們怎麼冷靜呢 好 所以好消息之一是演唱會 還有好消息之二 之二 就是 其實我去年11月底才發行了 第11張專輯 30以後 就是第一首 然後9月 10月 11月 然後就會有全新的專輯 對 中間已經一首了嘛 還會有三首 然後全新的專輯 後面還會有MV什麼的 我的頭髮是為了專輯剪的 不是演唱會 可是剛才就是有開玩笑 說你現在身材還是非常的 我現在真的很辣 哈哈哈哈 不會有讓人家誤會就對了 不會啦 重點是 就是要怎麼懷啊 excuse me 對啊 人不低捏 對啊 而且有沒有忍很久的時候 真的會很思念這樣 嗯 我覺得可能我們兩個都 事業性非常的強 然後也還蠻清楚彼此現在的目標 是想要把工作都先做好 那因為也是真的礙於現實 沒有辦法碰面 所以也沒有必要去 怎麼說因為我們比較理性吧 所以我們就會理智面就會一直去提醒說 欸不要去算日子喔 不要去想說就是好想念什麼的 就是我們會避開這些東西 但是仔細算算也差不多五個月了 對啊 可是他很 哇這個反應好大喔 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是吧 對啊 可是他很貼心好像是會一直做一些 就是很溫暖的一些舉動 比如說你需要什麼然後他就 對啊 嗯 嗯我覺得就是新的距離更加重要吧 就是 當然也不能因為新的距離 是很靠近的就可以永遠不見面 不是這回事 但我的意思是說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嗯 兩個人心是靠近的 基本上就是 不 就不會有問題啊 嗯 那今天是七戲 就還是分隔兩地 會 也是只能逝去還是 是不是非常的竊題牛郎之女 對啊 就是這樣子 還好啦 因為我們本身也沒有再過情人節 對 所以 我是覺得還好 對 而且好險就是我真的 這幾個月真的沒有限制 這是非常忙 忙著錄音 然後忙著一些新的計畫 然後跟 又開不完的會 真的是開不完的會 所以 我覺得 還熬得過去啦 那這支演唱會會不會準備一些 譬如說像是 你們都會做視訊 會不會有想說來一個虛擬的嘉賓 沒有耶 你說他當我的嘉賓 對對對 沒想過耶 怎麼做啊 現在有很多啊 噢 好我好落伍喔 那我再請教你們好了 哈哈哈哈 好像不錯喔 這個idea 像會跟專輯老公有參與一些製作嗎 還有跟你溝通嗎 嗯 嗯 嗯 像這次的巡演主題曲 像是一顆星星 就是當時 疫情期間 其實他在台北待了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 我中間就在收割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這個詞到底要找誰 然後我其實坦白說 通常我如果有找他合作 都是救活的情況 我不 因為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感覺到 我們其實是 真的是比較不習慣 太被注意 然後也希望工作是分開的 但那時候我就在想 就是他主動提出 我可以幫你寫啊這樣 然後瞬間就寫好 他會忍很久 想說你怎麼都不問我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但是 我覺得既然他都說了 那 而且他又寫那麼快 然後我一配上 整個曲 然後他也是 就是立刻把編曲弄好 只是萬萬沒有想到 他突然就被叫回去要工作 所以我們錄音是分隔兩地錄的 我在台北錄音室 然後他在那個 其實就是遠端 他是用手機 然後電腦有個什麼軟體 讓他可以立刻聽到我錄音 反正就是一個很繁瑣 然後對就是遠端錄音 然後你彷彿覺得就是打開門 這個人就在那個製作人的那一間錄音室 一旦打開門只有手機 是不是聽起來很可憐 哈哈哈哈 你問他拿好 他寫好給你 或是你錄完一點 他有沒有會互相給 就是有一些建議 或是一些評價 或是什麼修改什麼的 不會我都聽他的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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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